字幕提供 首先你放著這個咖啡粉 不要太滿 中間有點凸起沒關係 確定周圍 這個周圍 這個周圍不要有粉 要把它剝掉 ok 然後這個氣壓法 要壓下去才是Cappuccino 鎖的時候記得要鎖緊 鎖得滿大力鎖緊 才不會防止它 那個咖啡從下面流出 然後你再放到 這個爐子上面的節能板這邊 開小火就好了 開小火 之後我們加入鮮奶 那我建議鮮奶不要加的太多 就大概在那個的 這樣就好了 喝起來會比較淡的原因 是因為可能你的咖啡豆 不是終身烘焙的 另外 咖啡豆 必須要很細的淹磨 那個味道才能 苦味才能出來 然後再來 這個可能有可能 下面這個水量放的太多 都有可能 那鮮奶也是 鮮奶也盡量不要放的太多 如果放的太多 擔心 那個苦味味道會出不來 煮的時候 然後建議還是把 能夠把蓋子蓋起來 是比較好 萬一它噴出來 或怎麼樣 那有時候會來不及關那個火 那因為現在是要拍攝的原因 看裡面的狀況 所以我會把這個蓋子打開 等一下來看 你可以看出來 現在已經開始有 咖啡在冒出來 現在已經有聽到 咖啡法在 卸壓力 現在正在巡視周圍 有沒有 露 咖啡出來 目前是沒有看到任何 有露的狀況 所以要記得 加粉的咖啡 那個位置 周圍 咖啡粉要清乾淨 另外 鎖的是要鎖得夠緊 趕快把這個關起來 OK 所以 目前看起來 一切都是正常的 這個Cappuccino 做的是挺好的 你如果拉起來 是做拿鐵 是沒有粉的 還是沒有泡沫的 OK 目前都是很好的 這是正常的聲音 那因為已經馬上 它一跳起來馬上關掉 那其實 現在就已經可以 拿出來喝了 拿出來喝了